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让常常水土不服的跨境电商们,一度陷入发展僵局。而DTCDTC,即是active consumer直接面向消费者模式的兴起,为这一僵局迎来了转机。熟悉跨境电商行业的人,对DTC应该不会陌生。 DTC可以使产品通过品牌独立站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省去很多中间环节,让产品更加贴近消费者。 同时,也可以让品牌更加了解消费者,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如何和品牌互动。 如今,DTC已经成为欧美成熟市场主流的消费趋势,且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 在美国,已经有数百个DTC品牌在细分品类上发展的风生水起。 甚至,有数据表明,DTC品牌在细类中占有15%的市场份额,在床垫品类中占有20%的市场份额。 在T恤刀内幕中占有12%的市场份额。 并且,这些数据,还在快速的增长中。 一,如此强势地打破市场僵局。 DTC品牌是如何做到的呢? 新需求激发新招数,需求影响市场。 这个人尽皆知的道理,正是DTC品牌成功的原因,与以前不同。 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元化。 他们能够通过任何商家在任何时间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他们充满好奇,追求个性,却没什么耐心。 这种变化,在对互联网深度依赖并已成为消费主力的千禧一代1980-2000年出生身上尤为明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用户比以往变得更难伺候。 相反,他们变得更简单,更直接。 简单在于,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在去年的美国假日记中,有51%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愿意在一个新的商家那里购物。 其中34%的消费者确实这样做了。 一个针对消费者线上购物习惯的问卷调查也表明,超过八成的消费者在线上购物时愿意从品牌方直接购买。 而其中又有超过九成的消费者愿意直接从品牌官网下单。 2. 直接在于 千禧一代对品牌的偏好很明显。 和非千禧人群相比,千禧一代更有主见。 他们认为品牌官网上产品的介绍和展示更加详细完整,购物体验更好。 他们更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品牌直接互动。 正是因为这些新需求,DTC模式应运而生,让DTC品牌在市场上获得了消费者的亲爱。 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需求,还让跨境电商的品牌独立站有了发展机会。 建立品牌独立站,获得运营新转机。 品牌独立站是什么?你可以这样理解。 跨境电商进入海外市场,一般情况会有两种做法。 入住综合电商平台或建立品牌独立站。 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在综合电商平台就能触及消费者。 有必要建立品牌独立站吗?答案是肯定的。 与被动依赖综合电商平台不同。 品牌独立站,能够让跨境电商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比如,品牌独立站可以帮助跨境电商不断优化用户购物体验。 从而留存老用户,增加新用户。 就像针对退货问题。 品牌官方客服可以更直接地了解退货原因。 是因为尺寸不符,还是产品照片和食物有色差等。 了解这些后,就可以更具针对性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从而降低退货率。 留存老用户。 而然好的购物体验会带来老用户的口碑。 这也会间接让独立站获得新用户的增长。 此外,品牌独立站还可以持续积累用户数据。 帮助跨境电商在价值观、审美倾向等方面,更好地理解用户。 而这些数据,对品牌方实现精准营销以及获得用户的终身价值来说也至关重要。 著名环保女鞋品牌Rasis,就一直通过官网与客户沟通公司环保理念。 用户也十分认同他们的环保理念。 在其推出一款已使用回收塑料矿泉水瓶制作的鞋子时,用户依旧很愿意为这双售价145美元的鞋子买单。 甚至,后来Rasis从最初的四款女鞋开发品类扩展到儿童鞋品牌,用户也表现出了很积极的购买意愿。 可见,更好的理解用户,不仅可以帮助品牌进行交叉营销,还可以更快和更有效地实现产品的迭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